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建青老师 欢迎大家回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们共同来探讨犯罪人的心理事件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而在人的世界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怪人 所谓怪人不仅是外部行为怪弹 他的内心世界也是光怪若离千奇百怪的 我们前面的学习当中知道 人格障碍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叫不稳定性的人格障碍 比如说我们学习到的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精神变态 这类人的内心世界和我们平常不一样 我们很难预测他下一步的行为 第二类是退缩性的人格障碍 比如说自恋性的人格障碍 孤方自散 他一般也不会和别人发生冲突 因为他主要是关心自己的幻想世界 但是当和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相结合时 就会显现出危险 第三类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怪弹性人格障碍 何谓怪弹 就是怪弹的癖好 就是个体对某种东西或者行为的喜欢 到了习惯的程度 怪弹的内容各不相同 但是这一类人有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存在着一种顽固的 以内心体验为目的的怪弹行为 常见的怪弹有 偷窃弹 缓言弹 怪恋弹 和赌博弹 我们先来看一个怪弹的案例 某个高校的一名理工科男生 向来性格内向孤僻 没有亲密的人际关系 没有朋友 女朋友更是曾来没有过 有一次 在阶梯教室上课的时候 前排女生飘逸的长发 无意间搭在了她的笔记本上 头发出到了她的指尖 她突然感觉到像出电一样 顿时感到既紧张又非常的兴奋 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 有了这次特殊的体验之后 她每次上课都会有意的去找 留有长头发的女生后面的位置就坐 上课时候的心思全都在女生的头发上了 还不时地幻想着女同学的言行反应 曾于有一天 她用事先准备好的小剪刀 趁旁人不注意 剪下了前排一女生的一小缕头发 握在手心带走了 你会问这头发有什么用啊 对她来说意义可大了 她独自一人时会仔细地去出摸 去欣赏这一粒头发 这个时候既是害怕又是兴奋的不已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自己的学业也落下了 她的理性告诉自己 这是不正常的 经过一段激烈的心理挣扎之后 她终于来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 找心理咨询员说要救救她 说自己已经收集了十几女生的头发 而且好像还停不下来 她把头发打理得很好 都装在一个精美的小礼盒里 当寂寞无聊的时候 一生冷静的时候 她会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欣赏 就像欣赏战利品一样 但她自己知道不应该这么做 就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内心是有严重的心理冲突的 希望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恋恶偷窃屁 偷窃行为和性行为紧密地联系了在一起 是对和异性身体相联系的 非生命物体的迷恋 是象征性的表达 对异性身体的关注和幻想 女生的头发成为了她性幻想和性满足的对象 精神分析认为 这是现实世界中本我和超我的冲突 就是说原始的性欲本能和道德感之间有尖锐的冲突 很显然她和一般的道德品质不好是不一样的 干预和治疗的关键是让她学会建立正常的异性关系的社交技能 这是特殊的偷窃屁 而一般的偷窃屁只是偷窃成瘾 偷窃行为不以后取经济利益为目的 而是在一种强烈的偷窃冲动下 从偷窃过程当中获得某种特殊快感的变态心理 在刑切方式上也有很多惯异的特点 有的在刑切之后还会把东西送还给原主 下次再偷 有的偷了沾山的东西转给李氏 有的是将偷来的东西扔掉 或者自己冬季再撤 跟自己以后独自欣赏 有人说这是什么逻辑啊 实际上这些人没有逻辑 如果说有逻辑的话 他就是快感 快感就是他的逻辑 他们甚至到朋友家做客 也可能随手带走东西 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把朋友家的钥匙带走 等过了一两天之后打电话问你 是不是你家的钥匙不见了 告诉你吧 站我这里 我不小心拿错了 你来取回去吧 小心啊 下次我还会再拿错的 等等之类的 这个时候他心里乐滋滋的 这是什么心态啊 就是这个心态 他和一般的恶咒剧还不一样 是一种癖好的撑动习惯 他们是这么想的 有钱拿买我喜欢 我就喜欢这样 你看就是怪人这么一个 在多数情况下 这种强烈的撑动 会不断的升级 作为对自己能力的一种挑战 偷窃的目标会越来越有难度 以证明自己很有本事 这种人啊 往往会变成盗窃惯放 可以看出来啊 一般的偷窃屁是助阵偷窃 构成当中的体验 而恋悟的偷窃屁 是关注和异性身体 又密切关系的 非生命物体 这两者还是有点区别的 恋悟癖大多智慧 是基一般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但是如果没有得到 及时的惩罚和正向的引导 也可能升级为暴力的性犯罪 曾经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一直和当亲妈妈生活在一起 没有什么小朋友 也没有什么玩具作伴 很是孤独无聊 有一天 这个小男孩在自己的家门口的垃圾旁 发现了一双红色的高空鞋 还很精致很鲜亮 他就捡回来 带回家里当玩具网 他妈妈发现之后非常生气 就把他扔掉了 小男孩并不明白 为什么要扔掉这个玩具 很好玩的 很好看啊 过后他又偷偷地找回来玩 妈妈大怒 责骂了他 这反而激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之后 这个小男孩就开始关注女人的鞋子 从他妈妈穿的到外面女生穿的 这13岁的某一天 他向一个小女孩索要鞋子 女孩听后吓得惊恐地逃走了 他第一次成女孩的惊恐当中感觉到特别的兴奋 17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偏僻的小路上 袭击小女孩 抢走高跟鞋 其他的东西都不要 他一开始还有一些害怕 后来发现没事 那么这样的行为就越来越多了 当他结婚之后 一度还很正常 后来他就要求他的妻子 穿着高跟鞋走路 并拍下裸体的照片 这样没有多久 他们俩就分居了 他一个人到地下室夺自生活去了 而这种欲望却一直在滋生暗掌 仿佛有一个魔鬼在向他召唤 后来他很快就发展到 袭击绑架年轻的女性 强迫他们侧身裸体的 仅仅穿着高跟鞋拍照录像 然后杀害他们 最后被抓住的时候 他生活在地下室里面 挂满了穿着高跟鞋的女性楼体照片 这就是恋悟癖导致的暴力性犯罪行为 他们的行为后果往往很严重 也很难以搅置 这些人只对女性提升使用过的物品感兴趣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女生 都很喜欢新衣服 新鞋子 包包 一个路易威登 一个爱马仕 什么之类的 可以让他们兴奋不已 男生会说不就是一个新包吗 贵一点而已 至于这般的兴致勃勃吗 女生会说你们不懂 这是新款的 这是性量版的 这是定制版的 实际上恋悟癖者对这些新款也不感兴趣 但是只要你用过 你穿过 那就不一样了 他不看证这些什么价格啊 款式 这要女生用过的 尤其是贴身使用过的 就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象征性的表达 把自己压抑的爱欲 投射到了那些物品上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炼物癖的暴力行为 当然是犯罪行为 炼物癖不是刑事免责的正当理由 但是它也有病理冲动的成分 在施加惩罚的同时 也需要进行矫制 柔系统的认知 行为疗法 有一定的矫制效果 虽然效果并不一定很稳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缓言辟 缓言辟就是说缓成习惯 即使在没有必要说缓的情况下 它也会自动的说缓 比如说在路上有人问路 他会故意指错方向 心里很得意 他又上当了 但外表上一点不露出声色 这是内心的窃喜 它的特点是行为人说缓 不以骗取钱财为主要目的 而是以说缓来获得 个人变态的心理满足 他们常常以虚构 自己的出生经历 为主要内容 但这个和诈骗犯罪 有本质的不同 往往也不至于发展到 很严重获果的犯罪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这个人有怪癖 人品有问题 不诚实 油腔花掉的 一点也不可信了 第三等怪癖 是怪恋癖 这是一种在性爱问题上的人格障碍 多见于男性 它的特点表现为 专门选择某种特殊的恋爱 恋爱对象 比如说有夫之妇 卖淫女 等 以满足其特殊的变态心理 他们和这些女性交往之后 要求对方对自己绝对的真正 有的专门挑选 行为轻巧 放弹的女性作为恋爱对象 以变成女方的放弹行为单身 激起自己强烈的嫉妒感和占有欲 对方的行为越是放弹 他们投入的热情也越高 越能激起自己的嫉妒感 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需要 这种怪恋者通常会引起 人际情感的冲突 家庭纠纷啊 也可能引起情杀 以及破坏他人婚姻的犯罪 如果患者是女性 就是典型的轻挑型 人格障碍者 它的特点是 举止轻浮 行为失弹 虚人性非常的强 一点也不顾及廉耻 反而是他人越是贬低指着他 他是越是兴奋 觉得自己很有身价 觉得自己有本事有魅力 把别人的亲密关系给拆散了 他们常常以编造谎言 又能上当 或者迫害他的美满家庭为乐趣 当这个目的达到之后 他自己很快就退出战场 不再有一点的依恋之情 这种人格障碍者 常常会去实施诈骗 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 这个也称为性爱成瘾症 是一种人格成瘾和行为成瘾 很难以搅置 行为人自己完全知道自己行为的错误 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驱使他自己这么去做 理性上是痛苦的 但是好像能够带来一种制虐的快感 不能致此 自己也很难成泥潭当中跳出来 精神分析认为 这是对自己曾经过错的一种惩罚 他们表面上有体面的工作 有社会地位 却过着一种放荡的生活 潜意识当中是让自己做坏事来惩罚自己 好像是在赎罪一样 正所谓治罪动机 这是一种由强烈的赎罪潜意识动机 引起的行为 第四种是赌博痞 这个比较好理解 行为人赌博成瘾 嗜赌如命 这么一种变态心理 男性居多 他们可以一天不吃饭 但是很难做到一天不赌博 有此癖好的人 对人基本上是冷漠无情 对工作是忽然了事 实际上也没有心事工作 更没有对社会对家人的责任心 对各种正常的文体核动也都不感兴趣 觉得只有赌博才是他们生活的真心和目的 他们无视舆论的谴责 甚至法律的制裁 今天可以说 惊绝改正 明天还是坚决的上赌场 还有了 他们一般都很迷信 他们会迷信的认为 今天输了 明天就会赢 今天小赢了 就更应该抓住好运气 他们这种人 赌博是生活的全部 甚至是生命的全部 其结果往往是前家荡场 甚至是妻离止上 家破人亡 这些人的想法和行为太怪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呢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医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他以气质和性格相联合作用来解释 通俗来说 就这些人突出有三个特点 首先他们的神经系统当中 有追求刺激的倾向 就是对心意的事物的诱惑力很大 比如说青少年时期 他们就可能会去 尝试性的去吸烟 去喝酒 甚至是吸毒 追求这种刺激冒险行为 更为关键的是 这些人的大脑回路当中 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奖赏的机制 就是他们倾向于去追求这种心快感 这种效果 类似于多巴胺 瑞菲泰产生的主观心快感 也有点像兴奋剂 催化剂 这么一般强烈的趋劲着他 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很有激情的样子 但是在正常生活的其他方向上 他们没有毅力 这些气质方面的特征 是和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的激励 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而浩天形成的行为习惯 也走右着他们的生活样式 比如说他们的合作的意向比较低 更喜欢单独一人生活的样式 还有他们只关注自己 对他人不太感兴趣 而且他们还有着明显的 即时快乐倾向 精神分析的观点叫做什么 本我的驱动 就是即时快乐原则在发挥作用 他们奋行的原则是什么 叫做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即时享乐的那种人生线条 话言之 这些人更有怪僻成瘾的易感性 而后天的生活习惯 又大大强化了这种偏好和行为模式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 怪僻型人格障碍 一些人的行为和内心世界 怪荡无比 但却是真实的存在 他们的行为问题和单纯的品行道德问题 并不一样 是一件人格障碍 是心理疾病的具体体现 这就是偷窃癖 恋恶癖 谎言癖 怪恋癖 和赌博癖 还有别的怪癖行为吗 有 比如说 以放火为快乐的正火癖 也称为色情正火狂 这个我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